白板 那剛剛的畫面的會把照相放上去第11個 第11個的重點 程式碼在這裡 就是幾個 1 2 3 4 5 有沒有 通通都有了 反正你就照步驟嘛 不會你把它全部key上去啦 只要不要key錯了 就出的來了 OK 最後程式碼 要不然就全部複製貼上 但是 全部複製貼上剛剛還是同學還是有問題 哪有問題 特別注意喔 你要複製貼上之前 請各位注意一下 我們前面講過嘛 比如說你要複製貼上的時候 一定要開一個html 這個html5對不對 這沒問題吧 第二個的話呢 你不能就直接儲存了 因為他裡面 你那個新的網站裡面可能 不會引用 JQuery Mobile的函事庫 你一定要先做一件事 在JQuery Mobile這邊 隨便做一個 插入頁面的動作 他隨便插入一個頁面的動作的話 才會問你什麼 要不要把這些東西 幫你call過來 你就選擇 4 至少你要做一遍 按確定 確定完之後的話 上面不就會自動引用進來 這個頁面如果你不要沒關係 你就把它deletele掉 如果說你要去參考別人的成果 你在貼 才會run 因為你沒有做這件事情 他就是不會幫你 引用進來 特別注意啊 這個我想 連 複製貼上的技巧也要知道 引用 不過說真的啦 JQuery Mobile 最簡單的是靜態的 但是動態的那一些程式 對各位來說 應該都會有點難度 不過細節 我想我也沒有 超越太多啦 反正你在怎麼樣 你就是 複製貼上的技巧要注意 然後貼上以後呢